在这个年代,漂亮真的不能当饭吃 但如果你还拥有一双十厘米的小脚 那就另当别论了 引起这个女孩名叫百合 母亲为了给她说个好人家 在她五岁那年,就早早地请人给她裹了脚 虽然给你裹脚,让你受点苦 可是真正受益的还是你 裹完脚后,母亲还逼着她在地上来回走动 寸心的疼,让百合只能慢慢地来回挪动 刚裹脚的日子分外难挨 晚上甚至会疼得睡不着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 百合也慢慢习惯了自己的三寸金莲 一年后,王婆带着雪花来到了百合家 雪花是同口大户人家的前妻小姐 虽然两家家境天差地别 但因百合和雪花八字相合 两家人决定让她们结为老童 相伴互助一生 之后的一个月里 两人在王婆的教导下开始学习女书 女书是独属于女性的文字 也是老童之间相互了解的同性方式 一个月后,百合和雪花在姑婆神像前 立下了结为老童的誓言 祈约结成也代表两人许下了永不分离的诺言 结为老童后,两人日夜相伴 共同学习,彼此之间有了深厚的情谊 他们本以为自己将永远守护对方一辈子 但天总是不遂人愿的 成年后,百合在王婆的粗和下 凭借一双完美的三寸金莲 结下了和同口富贵人家陆家的亲事 百合出家那天 最舍不得的当属雪花了 他将写着轻言万语的折扇上帝给了百合 此时的他还没有意识到 他们这一别又将是很久 一年后,百合怀孕了 他想在姑婆庙上和雪花见上一面 不良婆婆不仅拒绝了他 甚至还让他不要再和雪花往来 无奈之下 百合只能将思念写在折扇上 吩咐丫鬟偷偷交给雪花 这天,百合偷偷跑去见了雪花 没想到刚回家 就直接被婆婆给关进了小黑屋 婆婆告诫百合 女人最大的品德就是顺从 更应该和过去一刀两断 百合表面答应 但被放出来后 他还是迫不及待地 打开了雪花给他的折扇 看完折扇上的女书 百合泪流满灭 几年后,小镇上爆发了瘟疫 百合一边要照顾染病的婆婆 一边要防止将瘟疫传给孩子 心力交错之下 与雪花的通信成了支撑她的最大信念 不久后,百合的公婆被瘟疫夺走了性命 百合成了陆家新的当家夫人 她也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去看望雪花了 靠着三寸青年贫寒出身的百合深得富商喜爱 成功晋升成了当家夫人 而清清小姐雪花却因为裹脚 再加上家道中落 只能下嫁给一个粗鄙的屠夫 百合看着土墙泥瓦 望向雪花的目光满是心疼 吃完饭后 雪花本打算和百合彻夜长谈 却被屠夫言辞拒绝了 本想着来日方长 却不想第二天就爆发了太平军叛乱 百合想留下来等自己的丈夫 却不料土墙一把扛起她就走 百合也只能顺势跟着大部队离开 不知道走了多久 一伙人终于停下了脚步 土墙安顿好母亲后 就去找自家的牛了 等她回来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 天上还飘着额毛大雪 看着儿子裸露在外的身体 土墙上前给她盖好被子后 却发现儿子浑身青紫 已经被活活冻死了 土叔紧紧抱着儿子的尸体 仰天大哭 被惊醒的雪花 想从屠夫怀里抢过儿子 却被暴怒的屠夫狠狠揍了一顿 百合一个弱女子 自然也拦不住 只能在事后尽可能地安慰雪花 战乱平平后 百合想让雪花随她去童口生活 但因为放心不下孩子 雪花拒绝了百合的好意 百合只能依依不舍地告别雪花 雪花看着百合离去的身影 直到自己已经成了百合的拖累 为了让百合不再管她 雪花让邻居冒充自己的金兰姐妹 去陆府送了一封断青的折扇 百合听到雪花有了新的金兰姐妹后 备受打击 而折扇上的女叔更是让她肝肠寸断 百合看后独自一个人在黑暗中痛哭了许久 雪花的行为让百合感觉到了背叛 愤怒之下她让丫鬟将她和雪花的书信往来全部烧掉 从此两人断了通信 直到十多年后 百合收到了雪花病重的消息 看着病床上奄奄一息的雪花 百合很后悔 后悔当年因为那封信就和雪花断了联系 她已经从雪花女儿口中得知 雪花从始至终只有她一个老童 当年的那些话 只是雪花不想成为百合的拖累 写下的违信之言 而这时听到消息的丫鬟 松怀了当年百合让她烧掉的折扇 陪雪花度过最后一晚后 回到陆家的百合 无法接受这样的结局 提笔写下了最后一折女书 这么多年没有你 这是对我的惩罚 如果你能回到我身边 我将永远不会离开你 我们永为姐妹 有益永存 你听说过老童吗 她起源于中国南部地区 是女人之间最亲密的一种关系 结拜成老童的两个女孩 往往童年出生 长相脾气相近 在默契上更是惊人的契合 索菲亚是雪花的后代 她和好友妮娜 在姑妈的见证下 结为了老童 两人天天嬉笑打闹 过得无忧无虑 直到高考前夕 索菲亚的父亲因炒股失败 而意外去世 两人之间的命运 才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因为父亲的离世 和继母的磕蛋 索菲亚逐渐放飞自我 甚至在高考时 借口身体不适 逃离了考场 妮娜见索菲亚期考 深思熟虑后 在自己的试卷上 写了索菲亚的名字 但结果是 妮娜被罚 三年不能参加高考 索菲亚因一位妮娜的冲动 被继母送回了韩国 到了这个时候 妮娜才意识到 自己的冲动 不仅伤了父母 也深深伤害了好友 被进考的这几年底 妮娜当起了服务员 尽管工作又苦又累 但她始终没有放弃学习 十年后 妮娜通过自己的努力 一步一步成为了企业的高管 这天 妮娜正在和同事庆功 却收到了索菲亚出车祸的消息 她连忙赶到医院 看着躺在病床上的索菲亚 妮娜怎么也想不到 时隔半年 两人居然会在医院相见 其实早在半年前 妮娜就获得了 前往总部工作的机会 但因为放心不下索菲亚 妮娜决定留在上海 却不想在酒吧看到 索菲亚接受了富豪约瑟的求婚 妮娜认为索菲亚和约瑟才认识不久 就这样答应了求婚 实在是太过草率 妮娜想劝索菲亚慎重考虑 但索菲亚坚持 这个男人很可靠 而且不久后 她将和约瑟前往悉尼 两人因此不惑而散 看着病床上的索菲亚 妮娜想弄清楚 她这半年来到底发生了什么 她根据医院的信息 找到了索菲亚族的房间 在这里 妮娜看到了索菲亚留下的女叔 索菲亚在女叔里写道 她其实一点也不喜欢约瑟 但她不得不这么做 因为她不想让妮娜 因为自己而放弃前往纽约的机会 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后 妮娜哭笑不得 在离开时 她又在公文包里 发现了索菲亚写的小说 雪花逆善的手稿 小说中 讲述了百年前雪花和百合的故事 看着小说的内容 妮娜不可避免地联想到了 自己和索菲亚 相似的经历 让妮娜跟着书中的人物经历了一遭轮回 为了不让悲剧重演 妮娜毅然决然地回到了病房 这一次 她说什么都不会再让索菲亚离开了